我是張基醫學中心眼科主任張陳賢醫師 小嬰兒他們也會得眼鏡的癌症 而且是非常可怕 在很小的時候就開始發病 那這個當然是有賴於這個父母很敏銳的觀察 才可以及早發現 如果真的是裡面的癌細胞已經長得很大的時候 其實把眼球拿掉反而是一個非常安全、有效的辦法 平常在照相的時候 我們一般人都會顯現出瞳孔是有紅色的反射光 但是萬一這些小朋友他眼球裡面長了腫瘤的話 他這些紅色的反射光會消失 相對的他會反射出一些白色的反射光 這個是我們就是所謂俗稱的貓眼 講到這個眼部的癌症 其實大家都覺得這個眼鏡怎麼會長癌症 其實在我們眼睛的眼皮也會長一些皮膚性癌症 譬如說肌底細胞癌、肩膀腺癌 這些切除以後都要切除得很乾淨 然後做重建手術 讓這個眼檢恢復原狀 當化基督教醫學中心裡面 我們也引進了最新的內視鏡導航手術 可以很精確地把這個腫瘤位置找出來 然後用內視鏡從鼻腔進去把腫瘤拿掉 或做病理的診斷 這樣的話病人在術後會恢復得很快 也沒有一些顏面的傷口 這件事情的傷口